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惊魂眼》 影片一开场,能预测极凶的单亲妈妈冷淡姐正在给龙套书算命 这龙套书啊,两眼无神脸色发青,一看就是病得不轻啊 不过这冷淡姐的本质也够大了,不仅会算命还会看病 冷淡姐说你的病可不是一般的重,最好赶快去医院,不然容易你喝饭 哎呀,要说冷淡姐的法术可真牛逼啊,都能赶上我们村的老公医了 这冷淡姐虎狼之年死的老公可把他憋得不清吗 白天是心烦意乱吃不下饭,晚上是失眠多梦,蠢蠢欲动 转过天,冷淡姐给长期遭受家暴的郁闷姐算命 郁闷姐说那孙子揍我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冷淡姐说你老公不仅是个肆虐狂还是个臭流氓 这事儿你得找警察去帮忙啊 郁闷姐说你不了解那孙子,我要是敢离开他啊,他就敢把我给杀了 冷淡姐翻开牌看了看说,你老公不过是脾气暴躁了点,杀人呢他还没这个胆 转场之后,由于儿子跟同学打架,冷淡姐来到了学校,见到了老师绿帽哥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绿帽哥的女朋友风流妹走进了办公室 风流妹说,我听说你经常给人算命啊,你看看我们俩这辈子能不能白头到老啊 冷淡姐二目如电,很快就看出风流妹不久之后就要领盘盘 冷淡姐说二位是豺狼配虎帽啊,今后肯定幸福的不要不要 从学校出来之后啊,冷淡姐来到了汽车修理部 见到了曾经接受过他心理疏导的汽车修理工变态哥 冷淡姐说我这车门啊,老关不上,你帮我修修 不过我最近手头有点紧的,能不能先设账了 变态哥说提前多伤感情啊,你不仅是我的心理导师,还是我唯一的朋友啊 跟你要钱那我不是脑残吗 冷淡姐一听就笑了,说如此可教 可在回家的路上啊,变态哥异常的举动,差点把冷淡姐给吓要 变态哥说我一看到那颗蓝色的钻石啊,当下就会猛的一颤 你说我是不是就要领盒饭了啊 冷淡姐一听就蒙了,说钻石钻石亮晶晶了 盒饭总是把人坑,这俩玩意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不会干屁的,变态哥一听马上破题微笑啊 说知心大姐就是知心大姐,开导人那真的是有一套 到了晚上,当冷淡姐正打算睡觉的时候啊 郁闷姐那位施虐狂的老公暴躁哥突然杀到 暴躁哥说你整天忽悠我老婆跟我离婚,你到底什么居心呢 你啊要是再敢跟我老婆见面呢,我就每天晚上往这个屋独我二身上扎一遍 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转过天,当冷淡姐正在给人算命的时候啊 苦大仇深的郁闷姐又来了 郁闷姐说我先替我老公向你道个歉啊 冷淡姐说你赶快走,不然我就有大麻烦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暴躁哥突然就出现了 这暴躁哥可不是浪得虚名啊 进屋之后啊,先桌子拽头发,动作干脆利落一气呵成 转场之后,冷淡姐去参加乡村俱乐部的拍对 跟绿帽哥再次见面之后啊 冷淡姐禁不住被对方的道貌安然和优雅的谈吐所及 这个手挂一年多的单身母亲有点动了放心了 当冷淡姐正打算去卫生间唱歌的时候 突然看到风流妹正在跟地方检查完大长脸开汽车 第二天,冷淡姐再次为变态哥占捕 冷淡姐一看这牌面就是一阵房颤 因为她发现变态哥小时候啊,曾被她爹爹给侵犯了 到了后半夜,冷淡姐做了一被人掐住脖子的噩梦 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呢,预示着要有人点说话了 果不其然啊,第二天一早 冷淡姐的闺蜜说风流妹昨晚上失踪了 是死是活现在搞不清 不过她要是挂了,对你来说还真是个好事 这样你就可以跟绿帽哥啊名正言顺的开汽车 冷淡姐一听是咯咯直笑 而且都乐出鼻涕泡 转场之后,风流妹的爹底带着 绿帽哥和警长毛赞叔找到了冷淡姐 毛赞叔说,虽然我不相信你的巫术 但现在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 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遍了 但风流妹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既然你法力高强,能不能帮帮我们的忙啊 接下来啊,冷淡姐开始为风流妹的爹底占卜 但由于警长毛赞叔在旁边不停的添乱 最终导致这帮人不欢而散 晚上冷淡姐做了一梦 她梦见自己啊,来到了暴躁哥家的池塘边 并且在河边啊,发现了蛛丝马迹 而且在时间上啊,也跟上次做的噩梦啊一模一样 第二天一早,冷淡姐便来到了警察局 把自己的梦啊,跟毛赞叔说了一遍 不过从毛赞叔脸上的表情上来看 这哥们显然认为这件事很扯淡 毛赞叔说,我不能因为你的一个梦就展开行动啊 冷淡姐说,根据我的判断啊 风流妹已经领了好饭 而且这尸体啊,就在暴躁哥的池塘里 转场之后,毛赞叔带着警员来到了暴躁哥家的池塘 警察在河里一通瞎学末啊 很快便找到了风流妹的尸体 这个时候的暴躁哥显然已经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并且顺理成章的进了法院开始接受审判 根据在酒吧工作的雀班书的指证啊 风流妹失踪的当晚 曾和暴躁哥在酒吧门口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冷淡姐这边刚走出法院呢 变态哥就出现了 变态哥说,知心大姐你一定要听我说呀 为什么我一想到我爹地 我就会在自己身上忽乱摸呢 冷淡姐说,我现在是一脑门的官司 你的事咱回头再说 由于冷淡姐对变态哥的忽视 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当冷淡姐赶到变态哥家的时候 发现变态哥正在对他爹地严心靠懒 冷淡姐说老弟咱有病看病啊 千万别冲动 可此时的变态哥已经彻底煞不住车 说爹地啊 你怎么能对亲生儿子做那种事呢 身为一个人怎么没有一点的人味呢 变态哥说完呢 把汽油往他爹地身上一焦 然后一把火把他爹地给烧了 变态哥说大姐你看呢 钻石钻石亮晶晶 好像天上摘下了星了 再次开庭之后啊 律师问报道哥 为什么跟风流妹在酒吧门口死打 报道哥说我跟风流妹有一腿啊 他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所以想对我屎乱中气 那我这暴脾气能怨应吗 不过我这个人虽然是个大混蛋的 但杀风流妹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干的 地方检察官大长脸说 风流妹可是咱这出了名的富二代 怎么会跟你这种穷屌丝扯上关系呢 这不合逻辑啊 报道哥说我人帅活好权限都难找 经过法院的审判呢 报道哥最终进监狱喝起烂了 转过天冷淡姐来到了绿帽哥的家 风流妹这一嗡屁啊 这二位便有点蠢蠢欲动想闷地咪 冷淡姐说我掐指一算啊 风流妹的死不是报道哥干的 绿帽哥说那是哪孙子干的呀 冷淡姐说现在还搞不清啊 如果能再去一趟报道哥的池塘啊 也许就能找出真凶 到了晚上 冷淡姐来到了地方检察官大长脸的家 说报道哥是冤枉的 凶手仍在逍遥法外啊 你必须重新调查这些案子 而且我还预感到啊 有人想把我也给干掉 大长脸说甭开国际玩笑了 为此的前一天呢曾跟你开过车 你要是不重新调查啊 我就去外面到处跟你乱说 转场之后冷淡姐刚回到家呀 绿帽哥突然不请自来了 绿帽哥说一天查不出真凶啊 我是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干脆咱俩啊 现在就到池塘去开一看嘛 紧接着冷淡姐和绿帽哥开车 来到了报道哥的池塘 冷淡姐发工之后啊 看到了绿帽哥和风流妹 在一起刺打的画面 原来啊 由于风流妹的风流运势啊 被绿帽哥给发现 于是绿帽哥一气之下 就让风流妹领了喝汗了 绿帽哥一看冷淡姐脸上的表情 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 绿帽哥说 风流妹实在是太风流了 也不是跟你吹 他给我戴的绿帽都能超过三层楼了 冷淡姐说 大哥大哥 你放心 这事打死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可当冷淡姐刚想塞阿子窜呢 就被绿帽哥给做梦劝了 就在绿帽哥准备对冷淡姐下毒手的时候啊 变态哥及时赶到了 这绿帽对变态肯定得卸了菜啊 冷淡姐说 你不是应该在精神病院吗 变态哥说 我已经成功的飞越了风人院 我现在是一只自由的小鸟啊 正在寻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你说我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啊 随后冷淡姐和变态哥带着绿帽哥 来到了警察局的门口 毛淡叔说 经过辣椒水和老虎凳啊 绿帽哥终于照顾了 不过你刚才啊 触手确实挺重的 差点就要了绿帽哥的命 冷淡姐说 我拿有那个身体素质 是变态哥走的 毛淡叔说 你可别开玩笑了 变态哥今天下午 就在精神病院上吊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家庆吧 戴了绿帽要冷静 先从自身找毛病 如果对方总劈腿 说明体格不过硬